现在国内时间已经是三八妇女节了 在这个节日呢,我有一些对于婚姻呢,对于这个家庭的看法 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没有了解男性和婚姻的本质 然后你呢,就去进行这种两性问题的探讨啊,投入啊 其实本质啊,都是一场飞蛾扑火般的消耗 比如说啊,你就得进行这样的步骤 先是自我假设,然后呢,对于你这个假设 你就得进行这个自我幻想 当你的幻想破灭了,那你就是自我破灭了,对吧 然后你这幻想破灭了之后,你还得对自己啊 进行一番自我说服 然后呢,你就得承担自我承担这个后果 幻想破灭的后果 如果说呢,这个女性啊,往往会在结婚前啊 有些女权分子啊,她会在结婚前啊 设置如下的问题来考验这个男性 但实际上呢,怎么回事呢啊 等一下我们大家就清楚了 我给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问题的设置啊 还有答案 男的是怎么答的 女的说啊,如果我不想生小孩啊,你可以吗 男的说呢,顺其自然吧 我是觉得都可以的 女的问呢 你是因为到年纪了要结婚呢 还是因为喜欢我呢 男的说呀,这还用问吗 我是那种会委屈自己的人吗 听起来都不错啊 这个回答都挺好的 然后女的说呢 看来我们也啊,要迈入这个人生的新阶段了啊 嘿嘿 这个女的说呢 那你要是婚后出轨的话,我们马上离婚 然后这男的就会啊 咦,这么严慈的说 不可能,我不是这样的人 然后呢,这个女的呀 就会问了啊 说如果未来我们遇到很大的分歧啊 你会怎么处理呢 男的说呀 亲爱的,我相信感情的力量啊 你没有这种必要 这个患得患失吧 那女的就问了 你的房子会加上我的名字吗 女的说呀 这男的说呀 那从今年开始啊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 听起来这个答案满意啊 然后女的就说了 洗衣服做饭 洗碗拖地这些家务 不会都让我一个人做吧 你男的说呀 不会 以后你都别管了 还有这答案啊 真的是 要去 然后这女的说 那你可以为了我 戒烟 改掉睡觉前 不刷牙 脏衣服脱掉 就乱扔的 坏习惯吗 你男的说呀 给我点时间 我会做到的 然后女的就又开始设置问题了啊 女的又开始设置问题了 她又没有安全感啊 她说那结婚后 万一你遇到一个更好的人 你会离开我吗 结果男的说呢 怎么可能 你这是自己想太多了 然后女的问 那结婚了 你还会像现在这么疼我吗 一直保持着浪漫和仪式感吗 男的说呀 必须的啊 就算是你逃到南极 我也要把你追到 哎呦 听起来真浪漫啊 然后这个 女的又开始设置问题了 她说那如果我们离婚了 你会要收回你送给我的礼物吗 然后这男的说呀 这什么问题 你这是莫名其妙 那些东西 我从来都不关心了 然后女的问 结婚后你会支持我的事业 尊重我的梦想吗 男的说呀 那是当然 这还有啥好问的 然后女的问呢 如果是孩子 你会丢给我一个人 你自己在一旁打游戏 或者呼呼大睡吗 男的说呀 当然不会呀 我是孩子他爸呀 这可是我们老李家的长房长孙呢 哎 听着啊 长房长孙啊 他认为他生的一定是儿子 然后这女的问 那如果离婚孩子会留给我吗 男的说放心 我们走不到那一步的 哎呦 然后呢这个女的又问了 她说其实啊 我挺害怕的 很怕爱情啊 被日常琐碎啊 逼成毫无意义的得过切过 啊你说呀 我们在一起的第五年啊 我们在一起的第五年啊 第十年啊 第二十年啊 还会像现在这么开开心心的吗 男的说呀 我没办法保证 还没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感情啊 必须经得起考验 然后这个女的问 说如果我和你的家人 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你会怎么办 你会站在我这边吗 然后男的说啊 这是当然的啊 这是基本的 不然你为什么会嫁给我呀 然后这个女的就感动了啊 说真肉麻 讨厌啊 你今天说这些 不会都是骗我的吧 男的说呀 哎呀我们赶紧出门吧 不然你就赶不上登记了 然后这女的呢 还在这陶醉呢 说哎呀好幸福啊 好期待啊 我们就要结婚了 但是呢 这些问题啊 你可以倒回来啊 我们倒回来 我给大家读一下 今天啊 是怎么回事 这个男的催呀 说哎我们赶紧出门吧 不然赶不上登记了 女的还说 哎呀好幸福呀 好期待呀 我们就要结婚了 然后这个女的问呢 说啊 你今天说这些 不会都是骗我的吧 然后男的说 当然呢 不然你为什么会嫁给我呀 然后这女的问 那如果我和你的家人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你会怎么办 会站在我这边吗 男的说呀 我没办法保证 还没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的感情 必须经得起考验 这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必须啊 要顺从我的家里人啊 这样才能代表呢 你和我的感情呢 你才能证明给我看 你对我的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 这个考验的就是由我的家人来考验你 这就是这个男的的前台词啊 然后女的说 那其实我挺害怕的 就怕这个爱情啊 被这个琐碎呀 这个逼得什么 毫无得意的这个德国气货呀 然后过了几年啊 你还会像现在这么开心吗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会说呀 放心 我们走不到那一步了 这就很敷衍呢 那以后多少年 他连这个多少年 他都不会不敢承诺啊 然后呢 这个女的就问了 那如果离婚 孩子会留给我吗 然后这个男的说 当然不会呀 我是孩子他爸 这可是我们老李家的长房长孙呢 然后女的说 那如果生孩子 你会把孩子丢给我一个人 然后你自己打游戏 呼噜呼噜大睡吗 这个男的说 那是当然的 这还有啥好问的 这是真心话啊 然后女的说 那结婚后 你会支持我的事业 尊重我的梦想吗 然后男的说 这是什么问题啊 你这是莫名其妙 那些东西 我从来都不关心的 就是你的事业 你的梦想 我根本就不关心 然后女的就问了 说那如果我们离婚了 这个你会要回 你送给我的那些礼物吗 我这个男的说呀 必须的 就算你逃到南极呀 我也把你追到 我看看啊 这个很多 这个现在 这个已经有判例了 恋爱的 男的花的这个成本呢 比如说什么 我卖包的饺子 八毛钱一个 你得给我 然后呢 是你那杯奶茶 是这个十三块 你得还给我 现在你看 恋爱期间成本收回去了 然后离婚的时候啊 所有的什么礼物啊 什么赠送啊 赠女啊 房产呢 男的都是让女的精神吃虎的 这都是事实啊 然后女的说 那离婚了 你还会像现在这么疼我吗 一直保持浪漫和仪式感吗 这个男的说 怎么可能啊 你真是自己想太多了 你都这主仇的鸭子 我还怕你飞了吗 然后女的说啊 那离婚啊 结婚后 你万一遇到一个更好的 你会这个离开我吗 然后这个男的说 那你给我点时间 我会做到的 女的说 那你会为了我戒烟 改掉你的不良 这个生活习惯吗 然后男的说呢 不会 以后你都别管了 洗衣服做饭 洗碗拖地 这些家务 你不会都让我一个人做了吧 结果这男的 当然呢 从今天开始 我的家务就是你的家务 你的家务还是你的家务 然后女的就问 那你的房子会加上我名字吗 然后这个男的就开始 这个啊 开始以顾左右 而延期他了啊 就开始大妈护眼了 就开始护眼他了 亲爱的我相信感情的力量 你没必要换得换世吧 你给我算那么清楚干嘛呢 然后女的就问了 那如果我们遇到这个未来遇到很大的分歧 你该怎么处理呢 这男的说 不可能 我不是这样的人 这又是空头支票啊 然后他说 你要是婚后出轨的话 我们马上离婚 男的说呀 看来我们都要迈入人生的新阶段了啊 那就离婚呗 他根本就不怕啊 男的怎么会怕离婚呢 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婚前房产啊 基本上你都属于谁的名下就放在谁啊 就是离婚后谁就带走 而另一方呢 哪怕你帮他付了什么房贷啊 你也没办法拿回去 因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都是男的啊 用他自己的工资来还房贷 跟你没关系 然后你的工资 来给这个男的交生活费 那可不就是等于 拿着你的工资改善他的生活 然后拿你的房贷来 拿你的工资来养他的房子 然后离婚后 你就是被净身出户的 然后呢 这个男的说啊 这还用问吗 会是那种委屈自己的人吗 那就是我的房子是我的 我怎么会委屈我自己呢 然后女的问 他说那你是这个到年纪了要结婚呢 还是因为喜欢我呢 这男的说顺其自然吧 我觉得都可以的 当然是到了年纪就结婚 随便抓一个呗 然后女的就问呢 说如果我不想生小孩可以吗 这个男的呀 肯定就要炸锅了 哎呀三脸了啊 不生孩子 你不给我做单位 我凭什么想娶你啊 我跟你结婚不就是为了骗一个免费的代孕吗 很多男的其实说白了 实质上就是想骗一个免费的代孕 有的那是 生了孩子就去母留子了 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中国式的婚姻 中国式的婚姻啊 基本上都是算计 女的是被吃的一干二净的 只要你 一个是呢 你婚前没有太大的资本 然后娘家不给你撑腰 同时呢 你个人的这个认知能力啊 还有这个尤其是你的认知能力 认不知道 认不认识男人 就是你对男人不了解 对男性的本性不了解 对这个婚姻 这个父权制的婚姻不了解 那你大概率是遇人不输的 如果说那你对婚姻本质就很了解 对这个男的这个本性啊 你也很了解 那你大概率呢 是可以及时止损的 你对遇人输不输啊 真的是要看运气 在很大程度上是运气 那很多人就是说 那以火眼金睛的 婚前看起来挺精明的啊 谈恋爱之前也挺精明的 但是呢 很多看起来精明的女性啊 已到了婚恋问题上啊 就过度的自信了 因为什么呢 她对这个男权社会 对这个父权社会的认知不够 她总觉得 你看我这么精明 我这么识人 这么眼光这么准 我怎么会吃亏上当呢 但往往是这种女人吃亏上当 这就是我对这个婚姻啊 现行制度下的这个中国婚姻 尤其是中国婚姻 这个认知吧 你这边 你这边 就从来尽量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